大家好,我是表叔 外面挺阴暗的,可能要下雨 所以这个车里也比较黑 我已经和大家有一个礼拜没有见面了 因为非常的忙,没有录制任何视频 今天下午呢,送孩子到健身房 所以趁这个时候吧,我在车里等他 给大家录制一个节目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两件事 而这两件事呢,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在前一段的日子里呢,我曾经有一个节目啊 说我的一位朋友回国了以后呢 被限制出境了 在要准备出境的时候呢 这个边编人员告诉他不能出境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 经过四个来月,他已经回到了美国 这一段经历实在是让他难忘 所以呢,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 当然因为个人隐私,我也不便透露过多的信息 只能是跟大家说,经过他四个月的煎熬 他已经顺利的回到了美国和家人团聚 第二件事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一个新闻 在墨西哥海上有一艘小船吧 应该是在夜间跨海的时候翻船了 造成了船上有多人死亡 其中呢,七人是中国男性 一人是中国女性 估计呢,这些都是走线的人 走线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据说这个船是翻在墨西哥附近 然后墨西哥官方公布了这个消息 那么其中有一人幸存 通过这一人幸存的老兄弟儿 了解到这些人来自于中国 其实呢,走线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很多人发现 很多航空公司也不愿意 搭载这些去基多的人 或者甚至你去墨西哥 都可能会遭到盘问 无论你是从日本直飞 还是从哪里飞墨西哥 可能都会到 会受到这个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的盘问 那么有的人也发现 就是说到了墨西哥边境的时候 进入美国也比过去困难多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 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美国 还是通过正道 尽量的能够申请美国的签证 实际上呢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美国的签证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也并不是超级的困难 只要你稍微准备 比如说你准备个一年半 也是能够拿到签证的 最近我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 还是通过正常的渠道 拿到了这个签证 通过正常的签证 入境美国的 当然了 因为他们过去的个人条件 不如这些做生意的要好 但是呢,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我说的长时间 也不是说让你花几年的时候 那么大多数也就是花了个半年多 长一点的,可能一年 从各个方面来提升自己的条件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去申请签证 那么根据过去这些观众的这些经验呢 虽然有一些波折啊 可能是第一次被拒签啊 因为白本啊 但是经过后来的准备 后来呢,也都获得了签证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真的想来美国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做一些准备的 在各个方面做些准备 尽量的让这个签证官能够对你产生信任感 而不是说首先就这个立马想到你是不是要滞留美国 那么我最近的一位朋友的这个亲戚也是两口子 办美国旅游签证啊 只问了两个问题,去干嘛,待多久,就立马签过来了 所以呢,虽然签证呢,是有一点学问 但是呢,也并不是那么高深 只要经过好好的准备和学会如何应对这个签证官的这些问题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困难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咱们下一次再见